爱FM 爱生活 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 爱生活 11月30号星期一 中午12点 生命关怀工作者林润松 谈一个男人的婆媳关系 爱FM 爱生活 来到中午12点10分 今天的爱生活由我书林来代班 那中午12点的两性单元 今天我们有林润松 生命关怀工作者就来谈一谈 一个男人的婆媳关系 欢迎林润松老师 早上好 苏林 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的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 男人在婆媳之间 就是他的太太和他妈妈之间 可能就是比较的为难一些 就不知道如果是太太 或者是妈妈之间 会不会有争宠的一个现象 还是怎么样 可是女人就很少有 就是和丈夫 还是和自己的岳父的那种 冲突 你怎么看呢 我想一个男人 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娶了太太之后 他的身份会从 就是一个男朋友 然后转换成为一个丈夫的身份 可是丈夫身份 不是只是对这个太太 而产生对比的一个角色 当婚姻的这个关系 一形成了之后 丈夫的身份 除了在太太的面前 是丈夫以外 那太太她还有家人 所以太太的家人 跟这个新科的丈夫的关系 就会形成岳父跟女婿的关系 而这个丈夫自己的父母的关系 就会形成对太太的一个公婆的关系 也就是媳妇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谈婆媳关系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谈到说 女人 这是女人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扯到男人呢 那我们男人谈什么婆媳关系呢 其实这个主题 我们当初在设置主题 在谈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 会是希望从一个男性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去探索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大家讲究的是一个平等 性别平等的一种状态 那当然这个性别平等的状态 是建议在某一方 某一方的性别认为不公平对待 所以争取所以要求平等 所以当这种争取要求平等的时候 他已经认定这个不平等的状态 已经是呈现了的 那我想说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 他就是处在这种不平等的状态里面 所以传统的社会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 女性在家庭里面的那个立场 通常是处于在幕后退居角的一个模式 那不是像现在的一个比较状态 女性她本身也要求 比如说有她自己的一个在家庭的那个身份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婚姻这个制度是从古到经的 是从很古早很久远的这样子的一个流传 到今天的一种制度 所以她也是会跟着演变 她也是会跟着进步 那我们唯一看到的在这个婚姻制度里面 产生一个家庭的关系 让每一个人的身份产生一种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身份关系 以及丈夫跟妻子之间 她们还有连带的那个家庭成员的关系 是她们自己的原生家庭 对对她们跟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 那因为各自都是来自自己的原生家庭 所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自然的她们的性格就会很快就显现出来 而这个时候伴侣她不太能够完全的去接受 自己的就是对方的那个原来的性格 因为她的原生家庭不是她所能够经历的 而且我们也常看到的一种情形 就是一般都是女性嫁入男性的家 所以女人呢 她就要来到男人的家庭里面生活 可是来到男人家庭里面生活的时候 这个家庭所有的气氛味道生活习惯 几乎都是适合男性的 因为这是她的原生家庭 所以这女性她如果嫁到夫家的时候 住进这个夫家的关系 女性在这个夫家里面 要么她就像传统女性这样子 她就做了完全抛下自己娘家的身份 然后去融入这个夫家 也就是说从她踏入夫家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失去了自己 她必须要以丈夫 以这个丈夫的家庭 以自己的家庭为主 所以她自己娘家的部分 她就要放下 是 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概念 就是嫁入了夫家 就是要融入他们的家庭 我就是你们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你们怎么样 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怎么样呢 我都尽量去配合 是 是 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 单方面的女性在夫家里面 变成我们看到一种弱势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她的感受是不被重视的 她在这个夫家里面的那个地位 其实是要看夫家的那个判断 由夫家来决定她本身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家庭 可是现在的家庭里面 她这种情形已经开始减低了 可是传统的那一种影响力还在 现在的一种新的家庭的模式 就会让传统隐身的那个 包括婆媳关系 包括那个女婿跟那个岳父岳母的那种关系 包括走礼关系 这些部分全部基本上都会开始浮现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观念 跟一个现代转换新观念的一种交接处 一种融合处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婆媳关系 其实是站在比较时代的前端去谈 特别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去看这个婆媳关系 因为只有一个男人他结了婚之后 他才会面对婆媳关系 也就是说婆媳关系 是在婚姻以后才会出现的一种关系 没有婚姻就不会有婆媳关系 所以如果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他们一定会面对婆媳关系 那个婆媳关系不一定是不好的 它也有可能是好的婆媳关系 现在我们大家谈到婆媳关系的时候 就是最直接的 它是不好的关系 一般上我们就是会联想 哎呀就是这两个女人珍宠啊 是是 这就是我们传统一直在说的 两个女人在珍宠 事实上她们根本不是在珍宠 她们在竞争 她为什么是一种竞争的状态是这样子 因为母亲在男人的身份来说 她是一个照顾她长大 给她养分 给她足够的时间陪伴关怀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母亲在男人的生命里面是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然父亲也很重要 只是说在我们传统 我一直强调传统的这一个社会的圈子里面 母亲因为她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形成男人对母亲产生的那种依赖的那种情节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有很多儿子离不开母亲 是因为她知道母亲在这个家庭里面 她的身份她的地位 事实上是不足的 所以她需要这一个被妈妈教育长大 这个儿子然后站在母亲那一边 然后去协助母亲捍卫她应有的那个权利 当然整个的现象我都说了 她已经在开始在转变了 男性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 我们说觉醒 那是因为当另外一个性别要求 公平对待的时候 这个男性的这个思维 她自然的就会受到挑战 当她受到挑战的时候 她也会起来捍卫自己的一种 一种一种权利 所以在这当中 当强调性别平等的时候 其实不是要求女性的权利而已 男性的权利也同时会被要求的 所以这两者之间 它就出现一种竞争的现象 在这样的一种竞争状况下 男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是方式来面对婆媳关系呢 虽然我们每次说到婆媳关系 就是会联想到比较负面的 可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看待婆媳关系 那男人在父母之间 和男人和自己的伴侣之间 应该怎么样相处和沟通呢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有林润松老师 和大家聊一聊 那如果你关于这个话题 有什么想要分享发表 或者是提问的话 可以来到我的面子书留言 facebook.com slash AIFM的苏林 S-S-S-U-L-I-N 在节目现场呢 我们有林润松生命关怀工作者老师 大家欢迎你 OK 大家好 是 那上一段呢 我们就谈到 其实男人在这个角色啊 其实是不容易担当的 因为他又是一个儿子 也是一个丈夫 在结婚之后呢 他有这个角色的变化 所以一般上 男人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难处呢 站在这个立场上 很多人都说这种关系 就叫做夹心饼干的关系 夹心饼干一定是有两片嘛 对不对 它是里面的一个线 对不对 那很好玩的就是 第一片 就是你没有的选择了 因为那就是你妈妈 第二片是你自己去选择 你自己踩上去的 最后这两片饼干 就把你夹在中间 那当然我们说 用夹心饼干的这种形容词 来去形容一个男人的婆媳关系 是表示这个男人 他处在一种很无助的状态 他不晓得到底是 要面对母亲 还是要面对自己的伴侣 在这两者之间 他拿捏不定 他没有办法去决定说 要以哪一个为先 所以我们说 当男人处在这种 夹心饼干的这种状态之下 事实上是他已经在求助了 他已经有很大的状况 那很多男人 当他处在一种 要求助的状态 他会逃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没有能力处理 所以当婆媳问题发生在一个男人的家庭里 一个男人家 男人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婆媳的关系 就是太太跟妈妈之间起的冲突 这个男人如果他又没有能力去处理 那他就会选择逃避 一般上是可能他就是做事不理 你们两个谈 你们两个去处理 就不要把我当作是传话的人 又或者是他会在可能太太面前说妈妈的好话 或者是在妈妈面前说太太的一些好话 对 他这样子传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大 其实也是可以做这种传话 但是传话有技巧 有艺术 那不要去传没有营养的话 比如说妈妈在你面前说你的太太的坏话 然后你就跑去跟你太太说 刚刚我妈妈讲你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 那你肯定是会产生很大的那个冲突 或者是说你的太太在你面前抱怨你妈的那模式 那你就跑去跟你妈说 我太太说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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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当中我们这种传话的方式 如果男人成为这种传话的方式的话 他一定会为自己制造更大的灾难 所以男人要很有智慧 选择性的传话 那你用选择性的这种传话 有些时候不是不能啦 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很多男人都没有这种能力 去分辨什么话该传什么话不该传 因为这当中我们出现的是很多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 那婆媳之间传话就表示说他们两个人之间不能面对面的 它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那你又介入他们两个人问题之间变成传话者 你就是在里面搅的那个 把那个问题搅混得更厉害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说传话的方式 如果你本身是有智慧的传话 可以化解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 但是如果你的传话的技术实在是真的是不敢不敢领教 那这个传话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这两个女人之间更大的那个冲突 所以一个男性他结了婚之后 他要记得的就是夫妻关系两个人要好 其实要从根源做起 所以根源做起就是刚刚苏林你一开始提到的 每一个人的生病都有一个原生家庭 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就是原生家庭的关系 那这个根源就是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跟家庭的互动 婚姻关系一形成了之后 那我们人的那个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因为我们在伴侣的面前 我们要展现自己本身最好的那一块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展现最好的那一块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吸引这个伴侣之间的一种青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我们生命尊严生命价值一个最好的表现场所 所以我们和伴侣之间的互动呢 其实就很重要的 你要去接受这个伴侣的原生家庭 你如果爱你的伴侣 你也要爱你的伴侣的父母 因为你的伴侣的父母 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在你的伴侣身上 我们人会成长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父母的细胞 你所爱的这一个人 生命里面就含有他父母的细胞 你如果真的爱他 你就要包含他父母的部分 尤其不仅仅是包含他 你的爱是包容他 然后还有含容他的 所以当你能够去包容他跟含容他的父母的部分的时候 你本身跟他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那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因为你说了我愿意 所以这个我愿意不是只是说我喜欢的是我想要的部分 然后至于那些我不想要的部分 我结了婚之后我不想去面对 所以很多人在结婚之前说 我结婚以前应该是瞎了眼 所以为什么不知道你的性格是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 我们结婚以前我们都太多幻想了 我们都太多自己的想象 然后我们被自己的想象给误导了 所以你想结婚的对象是你想象的对象 并不是真实的对象 所以也导致了可能婚后会有一种感触 就是你怎么和我结婚之前认识的你不一样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和伴侣之间 你要跟伴侣相爱 你也要爱伴侣的父母 否则这种只是爱自己所想象的伴侣 他并不是真正的伴侣 你去讨厌对方的父母 你就是间接讨厌你的伴侣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伴侣的生命有某些部分是父母亲的细胞 是来自他父母亲的 所以他像他的父母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喜欢他父母的某些行为 那你的伴侣也会有这种行为 这当中你的伴侣就会奋起 对抗 然后捍卫自己的尊严 因为他的尊严和生命价值是源自于他跟他父母的关系 可是呢 我们对他父母不客气 那同时你也就会间接的把这不客气转在你的伴侣的身上 不管是男性女性 那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就是婆媳关系 这个是大家都说的in-laws problem 是一个不管是东方西方都面对的一个挑战 但是现在我们在谈到的就是 难道说女婿跟那个 岳父岳母就没有这种状态吗 也是有的 只是说他的比例 跟婆媳关系来说 相对的少一点 对他相对的他少 他少很多 当然不是说男人的EQ比较高一点 对岳父岳母的关系是处理的很好 我们只能说男性跟女性他对于感觉的重点不同 心理需求可能也不一样 对心理需求不同 因为男性他基本上他是以任务为先 女性他是以情感为先 也就是说如果他在 男人跟女人都在职场上面工作的话 男人的工作时间呢就是纯粹工作 女人的工作时间呢是还有 想一下家里的孩子啊 对他还会想一下家里的其他 对所以他的那个处理情感的那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是所以我们看到男人站在父母 还有自己的妻子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立场上 其实也要很有智慧的去拿捏 就好像老师刚才说的 你爱你的伴侣也要爱他的父母 因为我们常说爱屋即屋 而且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就是这么说啦 就是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家人的事情 因为你对对方父母的态度 其实会影响你对你的伴侣 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是所以伴侣之间啊 你们结了婚之后 因为结了婚之后才会出现婆媳关系嘛 那我也就是说他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你结了婚之后你一定要先以婚姻的主角为重 就是自己的另一半 对啊婚姻的主角就是夫妻啊 那你们结合夫妻的时候 那夫妻关系一定是要放在第一个位置 那如果你结了婚之后 你太以父母的感觉和需要为主 那你自然就会让夫妻的婚姻关系 产生很大的冲突 所以有些人他结了婚之后 他还是以父母的感觉为先 那比如说太太跟妈妈起的冲突 或是太太跟爸爸起的冲突 那他就先照顾爸爸妈妈的感觉 然后太太的之后再处理 结果你发现 当他照顾好爸爸妈妈的感觉之后 太太已经走了 因为夫妻关系其实它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夫妻关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关系 靠着的只是婚姻这个制度来维系 父母关系跟子女的关系 他有血缘关系 它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要处理的是这个脆弱的部分 而不是那个血浓于水的那种 很深厚的部分 它只是一个先后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会想 或者是我们在网上 可能看过一些流传这样子的言论 或者是一些话语来说 父母只有一个 所以一定要对他好 怎么样都要把父母放在第一位 是 很多人他会这样子说 这个观念是站在他 以作为一个儿子的角度来去说 是没问题的 但你要知道说 当你结婚之后 你除了儿子以外 你还有丈夫 那你如果是站在一个 维护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 维护婚姻关系里面 你的身份就是丈夫 那你说如果你在这婚姻关系里面 要去照顾母亲的感觉 那照顾母亲是原生家庭的关系 是你的 就是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 那今天发生问题的 如果是原生家庭亲子关系的话 你维护母亲的感觉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发生问题 是婚姻的关系 你却是维护母亲的感觉的话 你叫做本末倒置 所以你要看清楚 说你今天要处理的问题 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的身份 你的角色 扮演的那部分 是不是正确的 是 好 那下一节回来呢 我们还有林润松老师 来和我们继续谈一谈 关于一个男人的婆媳关系 先送上这首歌曲 陈小春的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中午12点38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爱生活 今天由我书林代班 爱生活中午好 我是书林 那上一段呢 林润松老师就谈到了 男人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他身为女婿或者是儿子 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一段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男人身为丈夫 他在维持这个婚姻关系 和他太太之间的一个互动呢 应该注意些哪一些事项 特别是刚才老师有说 男人就好像一个假心饼 就是在他丈夫和儿子之间的角色 要怎么拿捏呢 那个两个人的关系 尤其是成为夫妻关系之后 双方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的需要 照顾自己的感觉 那如果你本身 不会照顾自己的感觉 跟需要的话 你就会寄望你的伴侣来照顾你 如果你本身不照顾自己的安全感 你就会希望你的伴侣来给你安全感 如果你本身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你就会希望你的伴侣给你肯定 给你的价值 是 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 对 所以当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呢 别人也很难照顾他 因为当别人照顾他的时候 他不会把这些能力 收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让自己养成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所以当他不会照顾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去依赖别人来照顾他 而这种夫妻关系两个结婚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变成两个小孩子 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在玩游戏 今天我跟你吵一吵 明天跟你和好的 所以他们说床头吵架床尾和 事实上这句话本来就是 夫妻两个没有隔夜愁 指的是这个意思 是双方都要好好的讲 可是现在他们就像小孩子这样子 这边吵了一下 然后我明天不高兴 我让你高兴一下 然后你又再回来 然后之后我们又再吵 你发现到他的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的状态 他是一直重复 不断的在循环 对 不断的在循环 不断的重复同样的 开始同样的结果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争执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这种婚姻关系 事实上他们的冲突 以及伪装美好的人状态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希望说 也借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听节目的一些 不管是丈夫也好 是太太也好 当结了婚以后 要以大人的姿态 你要以大人的姿态来结婚 也就是说 当两个大人结婚之后 你的责任自己担 自己照顾自己 那两个会独立 自己照顾自己的大人 他们是自我分化良好的人 只有两个自我分化良好的人 结婚在一起 他才能够享有我们讲的 童话世界的那种幸福美好的那种人生 但是如果他们双方之间 不管是一方还是两个人 都有一种小孩的心态的话 那他们这段婚姻 就会出现很多儿戏的剧情 好像小孩子那种剧情 所以在婚姻中 我们要以成人的心态来面对鼻子 这个以成人的心态来面对鼻子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我跟你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观念是很强调 我知道我是和你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主动式的 我主动知道你跟我不一样 我不是要求 你要知道我跟你是不同的 所以那是一种被动式的一种说法 可是当我知道你是跟我不一样的时候 我要尊重你跟我的不一样 我要接受你跟我不一样 我要接受你跟我之间的那种差异 所以在这之间呢 夫妻他们两个人就要把 彼此相对的那种 互相对待的方式 所产生的对错拿掉 也就是说我这样子对你的话 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那只是我的模式 你的模式也没有说好坏之分 包括说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用我这个方法呢 那比如说我的方法比你好啊 那为什么你不用我的方式 所以这种对错 这种是非 这种好坏之分 那我们夫妻之间要把它拿掉 如果你没有把它拿掉的话 那你不去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 那彼此之间 你就会想办法去做一个 共同的目标 夫妻两个人很难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你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 所以结了婚之后说性格不合 其实是自己不够努力 你的性格本来就是不合的 相合的性格的人结婚在一起 一点乐趣都没有 这婚姻没有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只是在可能结婚之前 我们选择去看对方美好的一面 所以就没有忽略掉了 就是其他可能个性不相符的一面 所以那种我们叫做选择性的 你去追求你想要的伴侣 其实那一个并不是真实的 因为人不是你所想要的那个模式 所以夫妻两个人要彼此相爱 他要在这个原则上面 知道对方跟你不同 而你选择向对方靠近 只有这样子你才会跟他学习 也就是说这个伴侣 你选择的伴侣 你说的我愿意的这个伴侣 他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的不一样 我也有不一样 然后但是我选择靠近他 学习他的不一样 比如说以我个人 那我太太是一个很爱吃辣的人 我是不喜欢吃辣的 所以当他吃饭的时候 他选择辣 有辣的食物 那我本身向他靠近 我从不吃辣 到后来可以吃一点辣 这是不是一种爱的表现 是因为我为了对方 而调整我自己本身 所以难道我这种叫做不坚持吗 不对 我还是坚持不吃辣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辣的味道 但是为了我太太 我会吃一点辣 我太太她也在做了调整 她本身爱吃辣 对不对 但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选择没有辣的那些食物 所以我们双方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开始去靠近对方 学习对方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两者之间 就达至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婚姻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容易相处的各地 所以你要去学习见到对方 学习见到对方 就是相爱的一个过程 你本身选择的对方 你可能只知道她十分之一的一种性格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从可能从交往 然后一直到结婚 可能我们只了解对方的最多50% 那有些人说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就先同居来尝试一下 我们先试问一下 然后了解她性格之后 发现因了解而分开 那你永远不会找到你想要的对象了 因为事实就是 每一个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交往的对象的目标 我们都会掩饰 都会隐藏自己 你不喜欢的部分 当我把你不喜欢的部分隐藏起来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真实的我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在结婚之前 真的都没有办法看清楚对方的个性 或者是她的全部吗 如果我在你面前表现的 常常表现得很不开心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那个是真实的我 那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常常我在表现出 花钱上面我是很不高兴的 但是因为你喜欢花钱 那我为了要赢得你的追求 我就在花钱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我不能够表现我不开心的样子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我表现出我花钱之后 很不开心的样子的话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为了要达到追求配偶的这个目标 那很多伴侣 不管是男是女 都会隐藏自己 知道对方不喜欢的性格 所以这种情况 那你们双方之间就一定会发生冲突 所以结了婚之后 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而产生冲突 是正常的事情 那如果你把这个正常事情 变成是不可挽救的问题 那就表示你在这婚姻关系里面不够努力 你只是很看重自己的感觉 你的坚持自己不要改变 其实就是不懂得去爱惜 不懂得去爱 因为彼此相爱 所以彼此要去靠近 而你的坚持就是一种不爱的行为 你不爱他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子 就可以不必在一起了 所以双方两个人 他一定会改变的 那两个人决定要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形成一种共同成长的一种能力 所以夫妻两个人 如果他们彼此相爱 这个相爱会滋润双方的心灵成长 让彼此之间的心情会变成了更加的好 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好 同时他们生命会真正的参放的那种光芒 所以夫妻之间有人说 它是一种共修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本身也希望 就是鼓励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一种 互相扶持跟学习的这种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其实是可以促进两个人更好的一个未来 当然因这样子的一个夫妻而长大的孩子 所以孩子他在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 他也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种人生 那我们说如果说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向天地宣示 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其实同时我们也向天地表明说 我这一生一生一世 不管环境顺还是腻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自此不渝 那这是一种宣示 这种对天地说明的一种道理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我愿意的说法 我们要学习鼻子靠近 所以在生命的对待里面 尤其是夫妻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自己的需要是自己的责任 因为自己的需要 你不想自己承担责任的话 你就会把自己的需求 推卸给你的伴侣 叫他来帮你去承担 所以有些夫妻关系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他面对问题 但是他不想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他要有伴侣来去承担 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访谈 就是谈到这个男人的婆媳关系 那男人如果面对婆媳关系 要知道 这个婆媳关系 它不是来让我们的婚姻破裂的 它是来帮助我们 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男人 来让我们成长 是 它是来让我们成长的 所以它就好像是 就是生命 透过我们的伴侣 透过我们的孩子 透过我们的公婆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向这个生命 这个老师学习 生命这个老师 透过很多很多其他的 不同的角色来协助我们 所以我们在生命的面前 大家都是一起学习的一个成员 是 那无论是自己的伴侣 或者是伴侣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 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在面对冲突 还是说面对这些 所谓的婆媳关系的时候 也是让我们成长的时候了 是的 今天就非常感谢 林润松老师 给我们上了一堂 非常宝贵的课 谢谢 谢谢你 也感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